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连线 我是柳晨 席建全球的贸易纷争 每日都有新的戏码上演 但情节反转之快 令人瞅目结舌 7月25日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克会谈后 美国与欧盟达成了框架协议 同意在飞汽车类产品领域 将实现零关税零补贴 根据这一协议 欧盟将向美国扩大采购 在美中贸易战中备受打击的大豆等产品 这意味着美国和欧盟和解了 而且针对中国表达了一致的强硬态度 另外 今天巴基斯坦产生了新的总理 这对中巴关系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我们请到了明镜的华盛顿特约记者安华来谈一下 安华先生您好 柳成好 各位观众和亲友好 您好 那您今天主要是谈这个美欧贸易联盟 和这个巴基斯坦的新总理的这两个问题 是吗 是的 我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 应该就是说 主要谈的就是说美欧日 现在是出现了这个联手的这个情况 而且呢 现在我们说到巴铁啊 中国的这个铁哥们巴铁巴基斯坦 似乎呢 也出现了不铁的这样的状况 那么这对一带一路 中巴经济走廊的未来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啊 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啊 似乎呢已经是对美国失去了信任 那么在这种 核为极限施压的情况下 那么中共是不是有可能回收 或者说回缩并且走向极端呢 这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所以呢我想 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 中共应该和从这个美欧日 这个联手当中啊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我想呢这个教训呢 是深刻的 就是说 中共的对外政策 长期以来 自从这个40年以来呢 始终是主导的这个思想 是韬光养晦 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对这个政策 虽然前一段时间说 有人在给他呢 来做这个解释 就说习近平啊 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 逃亡养晦 但是呢 很明显他的做法 已经是呈现出一种 扩张的 呈现出一种 对外 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呢 导致了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经济体量 和国力的成体水平 很自然就引起了外界 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极大的警惕 和关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说 遭到这种围堵啊 或者说围攻啊 应该不是一件 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 毛泽东在评价 当年和尼克松 基辛格会晤的时候 谈到有关世界格局的时候 早就实际上呢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 这个高手战略大师的 这样的这个目光呢 应该说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那么他就提出来 对欧洲的看法 对日本的看法 对美国的看法 以及对苏联的看法 当时苏联的看法 那么对欧洲来说 毛泽东当时的评价 是很低的 就是认为欧洲是一盘散沙 当时还不是欧盟 那么是欧共体的前身 就是说欧洲的这个钢铁联盟 当时是 就是欧共体刚刚 形成的时期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虽然说欧洲国家有 让这种欧洲 因为毕竟是世界 主要文明的一个发祥地 发源地和输出地 那么基于这种自豪感呢 欧洲国家希望能够联手 形成一个共同体 但是呢最终的这个效果 或者说它的这个功能 是有限的 即使是后来成立了欧盟 发行了欧元 实行了这个欧元区 同时呢 欧洲国家之间这种人口流动 有这种有圣根结定等等 但是毕竟 欧盟或者欧洲国家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依然是呈现出 当年毛泽东所分析的这个 一盘散沙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包括英国的脱欧 现在我们看到 说脱就脱了 那么现在欧盟的 本来是三驾马车 德法英 那么现在呢 这一驾马车已经不在了 那么现在德法两家呢 应该说也是 有这种余量情节的 另外呢 欧洲的这个南欧 北欧 东欧西欧的这个 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直接导致了这个欧盟啊 在团结 在合作 在统一方面呢 依然面临着 极大的困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想 收拾一下欧盟 敲打一下欧盟 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只要是抓住 欧盟国家的一些 对安全 对经济 利益 再加上对俄罗斯的 来自俄罗斯的挑战 来自中国的挑战等等 那么这很容易呢 就让欧盟国家呢 再加上 由北约组织 作为一个欧盟的 一个并行组织 一个军事组 在其中呢 美国依然发挥着 绝对的主导地位 和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拉拢欧盟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同样 日本更是如此 日本 美国有驻军 同时呢 是应该说 是美国的马前卒 在多年以来呢 一直是为美国 马首是瞻的 这样一个 美国的忠实的盟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到呢 就说 为什么说有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 中国似乎总是在想 而这个 纵横摆核 合纵连横 这样的一些把戏 那么但是这种把戏啊 没有抓住重点 你和欧盟 想联手去对付美国 我觉得这 无一就是吃人说梦 这是完全不可能 做到的一件事情 欧盟在局部 在事关原则性以外的 一些事务上 可以和中国进行合作 或者说呢 发发牢骚 或者发发怨气 最终还是希望 得到美国的重视 美国的这个 支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就是一个教训 那么说到呢 我们曾经在 10年 2010年左右啊 前后呢 曾经谈过这个东亚 经济共同体 可以说呢 东亚经济共同体 甚至连这个 雏形还都没有形成 中日韩的这个 自由贸易协定 包括这种 双方的这种交往呢 也是一波三者 随着钓鱼岛的问题 等等呢 就不得不中断 因此可以说 东亚和欧盟相比呢 当然更不如 但是即使如此 欧盟也比东亚的状况呢 虽然是欧洲的情况 要好一些 至少还形成了一个欧盟 和欧元区 但是呢 依然是很容易 被各个击破的流程 那么您能不能再谈一下 这个习近平 他是否已经对美国和川普 失去了信任呢 我觉得这个失去信任的 这个信号呢 已经是发出来了 就是前不久 这个库德洛也说到 这个白宫 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说啊 这个当时刘鹤带着团队来 我都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个愿意达成 贸易协议的这种真诚 和这种强烈的愿望 但是呢 最终就说求在习近平这边 是要怪就怪习近平 那么这个言下之意 一定是有习近平的指令 或者是指示 在给这个谈判代表团 那么之所以有这种消息传出 包括呢 现在呢 习近平已经是多日 没有和川普总统进行接触 或者是交流 哪怕是电话交谈 那么同时 我们还说到 我们昨天说到 这个王岐山访美 是否访美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他是否访美 将是一个中国和美国关系的 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作用 因为王岐山是习近平所信赖的一个助手 那么在70岁呢 又重新复出 复出 适合半年之后又复出呢 出任了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那么主管的就是对外关系 对外贸易 那么主导的也是中美关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是在幕后没有对贸易战 或者是对中美关系发表评论 或者是意见 或者是 但是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团 所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 或者是策略 那么和王岐山一定是有关系的 就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 就不多说了 那么所以我就说呢 王岐山 大家可能没有啊 过多的注意这个事情的这个 他的作用 就是他具有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那么现在习近平对美国一定是失望 对川普这种 因为去年11月川普访华的时候 中国是释放了所谓这个 这个巨大的善意啊 当时是2500亿啊 这个合同大单啊 那么但是回来不久啊 美国就出台了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这个报告啊 把中国就列为一个 战略的竞争对手 主要的目标啊 中俄两家同时是啊 从中俄两家是修正主义国家等等 那么这就已经是让啊 习近平应该感觉到这个川普啊 或者说美国这届政府和对中国啊 已经发生了这个这个态度发生的 本质的变化啊 而且是5月 咱们知道5月19号 当时宣布呢 中美不打贸易战 但是没过多久啊 就又开始了这个贸易战 新的议论 那么就说明美国在用这种啊 现在美国这个中国商务部 啊 外交部成为这个极限施压啊 极限施压 那么对朝鲜用了极限施压 那么现在是不是对中国也在用极限施压 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啊 啊所以说呢对这个极限施压呀 我觉得是有些操之过急啊 那么这个过程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之后会讲到啊 包括美国对这个对华的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接触战略 那么已经是大失所望 觉得是已经是失败了啊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一个说法啊 那么所以说现在呢啊这种极限施压之下啊 啊中共会不会走向极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有成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这个失望是肯定的 一定或者说对他的不信任啊也是肯定的啊 因为是已经是有多次反复 也就是说中国所说的这种啊 美国呢啊言而无信啊反复无常啊 那么这就已经这个话绝对不是啊 这个外交部或者商务部或者哪个司级的或者部级官员能够说出 一定是啊来自中共高层的这个评价 呃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王岐山是不是能够到美国来访问 那么这就是一个啊具有一个指标的意义 如果说他能够来来了啊 那说明双方的沟通还是因为现在啊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也是说啊 中国就是因为啊对美国的这种诚意 现在产生了怀疑 那这也就是对他这种信任啊产生了怀疑 那么甚至可以说习近平和川普的关系的破裂已经是接近这个边缘了 那在美国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情况下呢 您觉得现在两国的接触政策是不是就完全的无效了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对华的 或者说他的这个西方的这种政治思维和东方是不太一样的 啊我们虽然说中共啊 它是一个共产党的啊这个一个政体 但是呢 它多多少少和苏联当时苏共的这种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苏联和美国当时这种冷战的这种时候 他这种沟通或者是用对对方的这种意图的理解呢 应该说比对中国的这种啊 和因为中国对美国的了解 要比美国对中国的了解 直到今天仍然是要啊 是要高的 那么说美国呢 当年啊 包括这个在啊 中共建政之前啊 包括也是在和共产党进行啊 接触啊 啊当时呢也是毛泽东本人对啊美国啊这种包括写文章也好 包括他的一些啊言论也好 在至少在那个时候啊是非常仰慕的 那么但是后来啊发生了变化呢 那是后后话啊 那是因为啊被纳入到这个啊 所谓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啊 啊之后做出了这种选择 但是当时就是说嗯啊 啊中共建政之后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也是想和美国呢啊进行啊接触啊进行交好的这种努力啊 啊但是呢一直啊被美国所忽视或者说呢啊美国对 共产党政权的这种啊这种啊这种这种戒心或者说是这种敌意呢啊 啊这是啊 与生俱来根生蒂固的啊 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啊直到后来啊出于战略的需要中美才啊美中之间才开始走进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接触政策是不是就失败了或者是完全没有用 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啊自从这个美中国啊被纳入啊或者说主动的啊想走入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之后啊啊 啊中国还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啊维权独裁那么这是一个正体的一个特征 但是即使是这样啊中国的这种明智中国的这种信息的流动中国和外界的这种交往每年啊包括有啊上亿啊的人次在啊出国旅游 访问等等我相信这个变化是在存在是在存在的而且啊对于中共啊未来的这种啊或者说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都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那么这种接触政策是不是就是因为仅仅是啊中国现在啊表露出了这种啊一些野心啊这种啊对外这种扩张的这种意图或者说啊这也是中国所说的啊这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者中国梦啊等等 那么这些这是一个我想呢任何一个包括啊他要提出一个上台之后要提出一个口号啊那我们知道之前说到的是和谐社会胡锦涛时期是和谐社会那么现在呢是成为一个中国梦啊然后开始有这种啊实现大国这种崛起的雄心这种表述啊的确是比以前呢变得越来越不含蓄了但是呢那么这个也是应该说啊直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透露出来要想挑战 美国霸权或者说想和美国啊分庭抗礼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包括啊今天呢又看到一篇报道就是说习近平曾经在一个啊讲话当中啊啊对美国的这种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啊赞上有加啊认为中国的这是啊就当时这种选择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啊那么虽然当时是现在是说啊就是啊 这个被刘云山当时所封杀但是实际上呢这篇文章啊这篇讲话啊是不是有或者说啊他的这个具体内容是不是就像所报道这样虽然可以打个问号但是我觉得呢我估计和和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习近平的一些表述当中啊应该可以看出来他对西方对这种啊 啊美国主导的这种经济啊体系啊啊社会这个国际政治体系呢是并不反感的啊而且是有这种啊接纳的这种意愿啊也这篇讲话呢啊也是其中一个佐证但是我就说呢现在到了目前这个状况是不是啊接触政策就完全失败 然后就来一个极限施压是不是会逼着中共在国内和国外国际这两个舞台上是不是都要走向极端呢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中国有新的经济信号一个就是啊可能要搞再一次搞暗化宽松也就是拉动内需再一个呢就是人民币的贬值人民币贬值一直放任不管到现在呢已经是啊跌到6.8啊那么现在这个啊 啊这都是信号就是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一个A方案和B方案或者说A计划B计划B计划那么中国中共的现在可能已经想啊启动这个B计划就是说和外界这种交往一旦啊没有可能顺畅的进行下去有可能会回回缩啊回到国内以国内为主啊做好这种啊最坏的准备吧啊我相信呢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刘神 嗯那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下这个中国和美欧日的这个联手的啊美欧日联手抗中的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历史的背景那您接下来能不能谈一谈啊因为这个啊巴基斯坦新的总理他已经胜选了那对这中巴关系以及这个巴铁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具体呢啊这个现在很难说我觉得啊啊这位新当选的这个正义运动党的 领导人啊他的名字呢啊就是啊伊米查汉那么他是一个原来巴基斯坦这个板球冠军啊啊他就是而且是人长得也很帅所以说呢在巴基斯坦影响力很大啊那么他是不是当然最终已经当选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自己宣称已经赢了而且呢但是呢官方最终还没有出现一个最终的结果啊那么之前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主要呢是就是不和家族谢利夫 啊这个所谓这个穆斯坦联盟的谢利夫派还有不托家族的这个啊所这个人民党啊他所建立这个人民党双方是轮流执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呃现在一个新的新人出现也说明了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政治呢选民啊对这种啊呃两党轮流执政啊这是一种啊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感到这种厌倦 想希望有所变化那么这一位新的这个总理的啊竞选人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进行的是这个国民议会下院的这个选举啊下院选举就会决定这个最终的执政党和总理的人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呃我觉得这一位呃候选人他对中国的态度是啊是有混乱的是就是就是就是说有多重因素在里面啊他和中国呃媒体接触的 这时候说的都是中国的好话啊啊那么在其他的场合他曾经说到过啊呃中国没有给巴基斯坦带来繁荣而是带来了一场危机啊包括这个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啊也就从中国的新疆喀什一直到这个啊华达尔港那么这一条沿线对于中国来说是啊一带一路啊拓宽这个生存战略生存空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那么如果这个项目一旦失守或者说啊被封堵或者或者说被啊 啊受到了这种破坏啊受到了这种破坏的话我相信啊对于中国的这种啊呃全局啊对于中国的这种啊呃全局这一带一路发展的这个这个推广的这个全局乃至中国啊啊整体的战略生存空间都是具有重大的啊啊这种负面作用所以说呢呃呃呃呃呃呃这位新的总理的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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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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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位新的总理不是一位中国信得过的 或者说是喜欢的人 但是呢 因为他和军方的关系比较密切 那么巴基斯坦的军方和中国的关系呢 一直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至于巴基斯坦是不是能够真的离心离德了 或者说是弃中国而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至少让中国呢 现在是因为是处于这种内外交困的这样一个状态呢 至少是觉得有些提心交代 对不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明镜的华盛顿特约记者安华先生 为我们分析了一下中美贸易战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那就是美欧日的联盟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呢又分析了一下 因为这个巴基斯坦的新总理他就要上任了 那对于中巴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做了一些分析 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连线到这里 感谢安华先生 好的 感谢柳晨 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 谢谢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